大家好,我是ACY希望国际的Genie 感谢大家收看今日市场行情分析 在分析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风险提示 本视频仅针对市场行情做以分析 并未将您的个人目标和财务状况考虑在内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昨日的英镑走势 昨日英镑对美元上涨47点,涨幅0.32% 至1.4867为8日以来首次上涨 虽然昨日公布的英国第三季度GDP年率中值为2.1% 不及预期2.3,也不及前值2.3 但是英镑不跌反涨,这也暗示英国仍然是全球经济中较好的经济体之一 此外昨日公布的美国一系列经济数据都偏好 美国11月耐用品订单月率为0.0% 好于预期负的0.7% 美国11月个人收入上涨0.3% 好于预期0.2% 美国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2.6 好于预期92 美国11月新屋销售月比为4.3% 好于预期2.0 美国公布的大多数数据都好于预期 在这种情况下美元指数小幅上涨 英镑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能反跌为涨 也体现了英镑的强劲走势 在本月初公布的英国央行会议中表示 目前没有必要紧跟着美联储加息的步伐 但是今后的货币政策依然是会向货币紧缩的方向发展 这也保证了英镑对美元近期不会有一个大幅下跌的趋势 虽然近期英国经济增长放缓 但依然是10个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之一 根据近期市场走势来看 上周四美联储加息的一个信息 基本上都已经反映在了货币的走势中 那么接下来英镑对美元的走势 可重点关注英国本国经济的变化 由于明日圣诞节即将到来西方国家休假 因此近期公布的数据较少 英镑对美元可重点关注 今日晚上9点半美国上周初领旧基金人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英镑对美元日线趋势图 自今年8月份起 英镑有一个震荡向下的一个走势 从技术分析来看 昨日触及了向下的最低点后 有一个反弹的情况 因此短期来看英镑将有可能走出一个短期向上的走势 但是长期来看英镑对美元仍处于震荡下降的通道中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英镑对美元4小时趋势图 在经历了8天连续下跌之后 目前正处于一个低位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30周期移动平均线 也就是周线移动平均线现在的一个数值 大概在1.488左右 而SI指标现在的数值为45.96 两项指标都显示为英镑对美元 即将进入一个上升的趋势中 根据费波那契图形来看 目前英镑对美元还未突破23.6%的一个位置 上涨趋势才刚刚开始 那么激进的交易者可以选择在23.6%的一个位置 进场买涨 位置大概在1.4907 稳健的交易者可以选择在1.4970的这一个位置 进场买涨 向下方面我们可以将第一支撑位看在1.4800 第二支撑位看在1.4760 以上为英镑对美元今日分析 如果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